今天呢我们来到后里马场参加 魔幻艺术嘉年华开幕记者会 现场还有狗狗站桨跟游园的小火车 场面相当的热闹有趣 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虽然台湾各地还有些零星疫情 但是似乎已经缓和下来 变成清正化流感化 为了抢春节过年旅游商机 让民众有一个假日休闲好去处 台湾知名观光景点后里马场 2022年1月22号到2月28号这段期间 特别在台中市后里马场园区 举办2022魔幻艺术嘉年华活动 主办单位龙之岭旅游集团 1月28号上午还举办了开幕活动 除了有精彩热闹的大鼓队表演 跟世界小丑冠军演出之外 还请来了台湾小姐陆美珍 洛燕跟四名知名网红showgirl 穿上日式休闲和服 一起祈福希望国泰民安疫情退散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国内有很多大型活动 不是停办就是延期 那我们后里马场呢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当然也考虑到疫情的关系 那整场设计呢 是以亲子游的概念 以一日游的概念来设计的 已经有110多年历史的后里马场 是全台湾唯一的公营马场 2018年还举办了世界花卉博览会 来到这里走马看花 可以欣赏美景 呼吸新鲜空气 这次主办单位更布置了 花舞馆魔法森林 未来树迷宫 游客入园之后 搭乘免费小火车 在可爱又尽忠职守的狗站长 代理之下 一路走到祈福鸟居 整个怀旧景色 有浓浓的日式氛围 更可以穿着日式休闲和服 打卡拍照 让人有未出国的感觉 你像这样的游园车 你要坐几圈都没有关系 那气垫乐园 你要玩几次 通通都没有关系 绝对会让游客 值回票降 那我们还准备了 一百多摊的美食 那这个美食来自于全省各地 2022魔幻艺术嘉年华 有相当周全的防疫措施 游客买了门票 可以搭火车逛园区 观赏街头艺人 各种精彩表演节目 体验骑马奔驰的乐趣 还有18座大大小小的气垫游戏 民众不妨利用这段时间 走一趟台中市厚礼马场 感受奇幻又充满美感的异世界 春节过年平安快乐出游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跟美美的照片 记者陈文旭、肖又欣、李嘉金 台中报道